穿着布隆族服饰唱出最经典的拍手歌 水里湘民和国中的卓岸合唱团 在韩国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少年合唱比赛中 以用心的服装与美妙的歌声 得到了四个奖项的杰出成绩 这一次说实在的 我们的孩子在现场的表现 基本上合唱的大致 很难落到国外的团队里面 这一次在当下 拿到合唱节的大赛的年度合唱团的时候 所有的团队都掌声鼓励 我本来想说应该不是我们 只有秀出来的一幕是明和国中 说实在的我真的有一点点的讶异 所有的人已经邀请我们明和国中 往台上做集合 在比赛中可以穿着传统祝福比赛 加上可以展示中华民国的国旗来上台领奖 让学生与指导老师都特别的感动 然后这次主办单位是在舞台上直接 把我们国旗给都胜上去 是一个非常尊重我们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次其实还没有得奖之前 我们就很开心可以在这样子的舞台唱歌 然后我们站上去是格外的感动 我们的服装在他们的评判上面是最忠于原味的 所以也得到一个最佳服装的奖项 这个都是非常的 我觉得是非常尊重布农族的文化 所以这次的经验是非常难得的 校长也表示 这次荣获是个大奖 不但是学生们努力的成果 也是最甜美的过失 首奖被我们拿到 那陆陆续续金奖银奖 包括我们的服装 拿到一个特别奖 这个想象在我们的孩子的心目中 我觉得他们应该非常骄傲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 我不农我骄傲 所以他们做到了 在这几天的一个感想 我相信孩子比我们深 因为他们交到好多好朋友 虽然是暑假期间 水里香明和国中 左岸合唱团 还是把握辅导课的下午时间 来提早训练行进团圆 消防也希望 乡亲可以继续给他们鼓励 支持左岸合唱团 未来可以继续的用歌声 来为台湾争取光荣 记者邱平易 水里香采访报道